时间30分钟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还有我们行政院吴院长 以及朱副院长 各部会所长还有媒体的朋友 大家晚安 主席我请吴院长 吴院长请背询 亲爱的员好 院长辛苦了 那么这次八八水灾 我们整个地方的防灾 疫情系统 失灵 所以才造成 就在空转了两天 那么 让我们社会民众 遭受到重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几个话蓝 那么批评政府呢 无能救灾不利 把我们总统 还有行政院长呢 都默默地承受这种批评责乃 那么也因此引发了刘内阁的总词 那我们吴院长呢 在国家发生重大的灾难 跟坚困的时候呢 那么匆忙的来阻隔 所以引发各界呢 这个一个好奇啊 到底吴内阁 你是两人内阁 所谓两人就包括吴院长 你跟林秘书长 两个人 或者是整个内阁团队 所以外界很好奇 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教院长 谢谢中委 这个内阁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里面有原来在 留前院长任内 就是担任首长 那一部分是因为必须 若干辞职 离开内阁的这些首长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内阁 都是成总统之命 那接受我们国会的监督 要为国家对视 我所谓的 到底两人内阁 或者是完整的内阁呢 最主要就是说 你在短短的两天内来完成 所以这些部长啊 跟署长以及首长的 是不是都是吴院长 你一手促成的 甚至可以说 所有的人事安排 都是假院长您的手吗 还是说所有的这些部位首长 都已经是安排好了以后 然后呢 请院长你来主持 这个一个内阁的这样子一个任务 所以这是我刚刚所要跟你 请教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外界看得出来 那么很多的我们原来的这些首长 那就不用讲了 那新闻的首长里面呢 也有很多 大家觉得说 这个事实上都是 总统会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所以吴院长呢 在您担任这样子一个隔壁的时候呢 您的领导统一 您的指挥呢 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些部署 是不是可以完全跟院长一条心 完全跟院长来充分的配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都知道 在刘内阁任内呢 其实媒体呢 有意无意的都会一直在不断的报道 哪一位部长 哪一位首长 哪一位首长 是总统的人马 哪一位这个部会首长呢 是刘院长的人马 所以 私底下呢 也一直流传到说 刘院长 他的下达的指令呢 有一些部会首长 都不能够充分的去配合 甚至不能听令 刘院长的一个指挥 甚至有业绩报道 报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 特别要请教院长 在你吴内阁吴院长主持的 这个一个 愿望的情形之下 您会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因为根本不会发生 这个是 当 你没有信心都不会发生 面临这些严重的挑战的时候 啊 万众一心啊 整个内阁同舟共计 要度过这个重重的考验 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啊 那何况 假如还有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所以不会发生 您刚才所顾虑的那些事情 好 那我就直接讲出来一件事情 我们内政部 啊 江部长呢 他就很坦然的 面对媒体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兼职他的三部政策 啊 他的三部原则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那将来 我们啊 江部长所有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直接去跟总统府 跟总统报告的时候 那么摆pass你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这院长的领导统意 到底要怎么做 部长后来他又补充说 最起码他会同一天 让总统跟院长你同时知道他的报告 啊 那明天 院长你是要到云林去站台浮选的哦 那我们的首席部长 他所持的态度是 不站台不浮显 那院长 会不会觉得 啊你这个院长很尴尬 不会 啊 不会啊 不会 那就是院长做的 院长做的 不一样啊 马总统 从十月十七号都要接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啦 他都同意我 能够延览 无党级的社会工程人士 来担任 赖浩敏 律师来担任中选会的主任委员 是 这点我了解 他也同我商量 跟江部长一样吗 来担任内政部的部长 他也同我商量 他也知道 江部长在担任 严考会主委之前 就已经给当时总统 对你刚刚说 行政院长 部位部长 不会各吹各的号 那的确 现在他吹出来的号 跟你的号就不一样了啊 两个人掉也不掉 部长同院长不会各吹各的掉 总统跟院长也不会各吹各的 好 我们需要如此 这是可以确定的事情 我需要如此 那么 刚刚我们也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 消防署啊 黄署长请辞 那么之前我们也听说说 在灾期期间呢 他因为身体劳累的 那么 大概也有一点轻微的中风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不晓得这次他请辞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有 部长 院长 你们是不是已经批示了 我还没有看到他的请示 我只看到他写一封信给我 是 然后信里头 也附了一本很厚的 有关灾访体制 他把外国包括美国日本的这个状况 他提出很具体的建议 包括很丰富的资料 条理简栏的分析 他还讲到说他住院一段时间 很谢谢长官们的关心 他很惭愧 这段时间没有在纲位上 但是没有写辞职信 所以我还没看到他的辞职 我刚才是提到说他已经请辞了 那院长你会同意他的这个辞职吗 我得了解他的身体恢复的状况 假如体力能够负荷 那我觉得黄署长是一个很尽职 忠于职守的一个署长 当然未留他 如果真的身体不堪负荷了 那我们当然另当别论 我想我一方面要了解他身体的状况 一方面也要尊重 内政部部长对于消防署署长 请辞的基本的看法 在这一次水灾发生的大时 一直到这个救灾的过程里面 本席都是可以说每天都在灾区里面 陪着灾民在度过这段艰困的日子 所以对于我们到底 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些原因 或者是救灾过程里面 种种本席可以说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里 特别也要提出 有一些政府体制里面 大概一些造成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文化部来讲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文化部 我们说救灾不利的话 那么责任不轻 部长就要下台 但是我们的降临继续在台上 还接受表彰 那假如说救灾就是作战 那么我们作战失败的话 责任不明 部长被逼命了 我们的降临还活命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情形 到底我们这一次国军在事后 我们也感受得出来 所有的官兵 大家卯足力量 大家全部动员 为灾区的民众在服务 为灾区的附件在努力 包括我们高部长也是一样 亲自在第一件 每天从灾情发生以后 一直到这几天 都还陆陆续续的 会到灾区里面去看 但是呢 我们因为了外界的一些批评 造成了我们陈前部长的 这次下台 那么陈前部长你说他不努力吗 他也认真 你说他政策有错误吗 他也没有错误 他在8月18号的时候呢 他就曾经讲过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呢 不必等待命令 全部要动员去救灾 这个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命令 但是呢 到最后 为什么会造成 外界对我们国军 有救灾不利的这样子一个 错误的一个印象 是不是我们在执行面 已经有出现的差错 或者是我们在体制上 已经有严重的一个瑕疵 我要说的就是说 陈部长会死下台 但是呢 负责军令的我们的参谋总长 到底在哪里 有人告诉我说 参谋总长是在恒山指挥所 在指挥作战 在指挥救灾 但是会造成外界这样子一个 错误的这样子一个印象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指挥官 有没有错误 我们的指挥官 有没有瑕疵 我们的指挥官 有没有责任 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指导 我们国防部人来探讨一下 报告委员 可以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我个人参与过921这个地震 那个时候国防二法还没有实行 参谋总长是总统的军令的幕僚长 现在国防二法实行以后 参谋总长是国防部长的幕僚长 暂时它只是一个我们统筹所有军令系统的指挥 就这一次向大家报告 8月7号的时候 这个林总长已经奉到陈前部长的命令 进驻在恒山指挥所 所以这段时间 所有的部队调动跟指挥 包含基建的派遣 都是由他在恒山指挥所运用所有的幕僚群 以及通信系统 来指挥所有三军部队调动 举一个例子 最近刚刚结束的台北听澳 所有的反恐安全措施 所有的特种部队 以及一般的支援部队 到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个人在外面 可是这个总长是在恒山指挥所 指挥所有的部队的这个支援 部长这个我了解 当军令军政 这个统一的时候 预言化的时候 这是国防二法实施以后的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情势 所以我刚刚讲 假如说我们国防部长的 他的一个政策 没有错误的话 那会发生问题的话 就在我们执行面上有问题 我要说的就是说 部长政策没有问题 部长下台了以后 为什么执行命令的人 会没有事 比如说他在恒山指挥所里面指挥 那为什么在指挥调度的时候 八号九号 我们齐山发生这么大的水灾的时候 您在现场 为什么没有兵来支援 我们的兵力都是掉到屏东去的 都是掉到林边去的 是不是 没有错 为什么 为什么 齐山已经先到一楼高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调度的时候 一些假释 我要检讨的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 我已经提出来了 我要请国防部 针对这个部分 你们去做一些检讨 到底是我们体制上出问题 或者是我们执行面上出问题 好不好 这个我会深圳检讨 到时候再检讨 谢谢 那么院长 我们乡下的民众呢 过去啊 对ECFA 什么叫ECFA 什么都不晓得 你也知道 我们南土的乡下的乡亲 谁知道ECFA 但是经过几个月来 我们政府大力的宣导以后 现在民众呢 对ECFA 已经可以朗朗上头 但是呢 我们比较担心的 这个ECFA是什么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这个ECFA呢 是富人的威尔冈 是穷人的土石流 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到底要怎么去保护到 我们的农民 要保护到我们的劳工朋友 这是我们政府 一个最大的责任 我特别要举 两个例子 来给院长呢 提出报告以后啊 那么让院长 也能够警惕到说 ECFA签订以后 将来我们会面临到 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看看别人 也要想想自己 第一个 就是墨西哥呢 在为了发展经济 他跟我国一样 跟临近的大国 美国啊 他在1994年 签订了NAFTA 那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看看他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现象呢 是墨西哥的 农民的事业 中小企业关门 墨西哥的农业呢 从1994年 NAFTA生效以后呢 美国的玉米 棉子 大米等农产品 不断地涌入 压低市场的价格 使墨西哥 世界的农民呢 超过130万人 有七成的农民生活 在集团的贫困之中 另外呢 每年呢 有50万的人呢 要到美国去打工 所以NAFTA生效 15年以后呢 墨西哥呢 还不断地 出口 这他们劳力 每年呢 50万的墨西哥人 越过边界呢 到美国去打工 这个都是自由贸易协定 开放以后 弱势族群的 他们劳工所面临的一个情形 我们比较担心 是不是将来 我们台湾也会面临到 这样子一个困困 另外 当我们谈判 跟签订ECFA的同时呢 我们应政府一再地 给我们保证 说包括院长 你今天也在立法院 再次的保证 我们农产品绝对不再开放 还有800多项的农产品 绝对不再开放 我们还有1300多项的 其他的工商产品 也不再开放 不再影响到我们国内市场 但是这个保证 到底是一年呢 还是五年呢 还是十年呢 政府能不能保证 这个不会进口台湾的这个农业 不会进口这个 对台湾的农业造成重大的一个打击 这个是单方面的期待呢 或者是我们现在呢 已经取得对方的 中国大陆的 他的一个同意 另外呢 台湾呢 不断的把种苗呢 输到大陆去 在国际上成为台湾农产品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竞争的对手 那么民进党时代 政府不去管 政府没有管理 没有管制 但是现在我们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放脸 让我们种苗继续输到中国大陆去 造成对我们台湾农民的伤害啊 院长 谢谢 总委您一贯的 对农工百业的这个关心啊 我们同大陆要签ECFA 一定有三个前提 一个就是国家需要 二是民意支持 第三是国会监督 同时 政府已经多次宣布 包括八百三十样农产品 一千三百样的工业的这个产品 是属于敏感的 比较关系到大多数农工的民众的 这个我们会坚持 绝不轻易的这个开放 那么当然会有一些内需型 或者竞争力 会比较弱的这个产业受到冲击 那我们会用各种可能的方法 来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或者必须要转型 我们也会辅导协助他 我们同时也会同大陆方面 很明白的在强化一种观念 大陆毕竟量体比较大 我们台湾的量体比较小 包括农特产品的规模 或者工业产品的规模 那以他们如果大量的销售到台湾来 台湾经不起这样庞大的这个冲击 反过来讲台湾的农产品 即便就是全数销到大陆去 它光一个福建也绰绰有无 所以这样一个量体不对称的情况下 必须互相有同理心 保院长你不要太乐观 不管你不要太乐观 你讲报纸价值乐观的这个心情的话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 我们一定坚持这个立场 希望能够在协议 我是特别提醒医院长说 希望对于我们农民 劳工朋友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福祉 要这个做最大的一个给他们确保保障 那么另外我们谈到台商这个部分 有一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 那么他们就是在2008年10月份的时候 曾经宣布 要对台湾的中小企业这个台商 要银行大概两到三家的银行 那么要给他们做大概1300亿人民币的融资贷款 但是这个融资贷款它宣布了以后 事实上我们只是看得到 但是得不到 吃不到 也拿不到 因为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设厂 他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土地 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些土地不动产 拿去当抵押品去贷款 所以银行也不会融资给他 所以要怎么来协助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 让他资金能够隆通 让他能够更加的发展 那我觉得我们政府必要有一些其他措施 第一个就是加强我们国内银行对我们台商的他的一个保证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推动 另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开放相关的一些融资企业 融资公司 让他们能够去从事所谓的保证业务 那这样子的话呢 管道多元化以后啊 对我们台商呢 在中国大陆他们企业的一个发展 元系啊 是有必要的 目前立法院又这样子一个立法的一个版本 院长你会同意还是支不支持这样子一个法令的制定 怎么样加强照顾我们的台商企业 在大陆能够更新发展 而连带的对他在台湾的母公司或者根流台湾都有帮助 对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那么怎样子来帮助他取得融资 当然如果你是从台湾拿资金到大陆去 这可能会使台湾的资金坏 但如果是从大陆他取得资金 然后做融资的保证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大陆来商量 台湾的母公司的这些厂房 它这些资产在台湾有一个融资公司给他去保证 出去保证行 拿到大陆的银行里面 经过他们审核以后 大陆银行就直接放款给我们台商 这是对台商来讲是两立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他的公司母公司继续的 留在我们的国内 另外一方面他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企业 他可以去得到中国大陆银行对他们的一个融资 这个牵涉到比较繁复的 资金跟资产保证或者资金流动的问题 这个就是有一个 中委您所提的这个构想或者草案 能够送到行政院来 或者您愿意现在去听一听我们金管会 李副主委或者陆委会 赖主委 好简短一点好不好 中委员谢谢您提这个问题 台商怎么样去协助他的一个融资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做很多的努力 事实上目前台湾的银行 已经可以开担保信用状 给大陆的银行 来保证我们台商的融资 当然这是一个管道 这是不够的 目前来讲是不够的 所以台商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反应 那第二个还有就是我们的OVU也可以做贷款 那第三个当然我们当然最希望 就是刚刚院长提的 就是我们的银行能够过去 能够提供在地提供我们的资金 给我们的金融 给我们的企业 当然您提的所谓的保证公司 那是大陆的一个制度 就是做一个纯保证的公司 那事实上如果以台湾的信保来看的话 它也是一个典型的 台湾信保它只是具限在国内 这是要举例给您听说 其实一个纯粹的保证公司 在整个金融体系是很难生存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开发一个 纯粹的保证公司来经营 这个本身是必须要思考的 可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来增强台湾的企业 在大陆可以取得资金的方式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方面 也一直在跟大陆的银监会 还有大陆的这个金融机构 一直在做协商 我们很希望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头 可以跟一些更加密的答案 谢谢您 那么院长 另外我要跟院长特别提出来 那么经济部 在7月27号 这个公告在10月1号 那么就开始解除石灰石的矿业的一个保留区 那么这个院长也做过财市 高雄市 它的寿山 还有这个半平山 骆驼山 那么这个三个地方 是86年的时候 您在当市长的时候 所划定的一个保留区 所以认为都市的发展不宜在开产 那么这个部分高雄市的部分已经解决了 但是高雄县的部分仍然没有解决 我们高雄县呢 有岗山镇的小岗山 田辽乡的大岗山 总共1372公顷 燕巢的金山子 大设乡的大城新村 总共1853公顷 还有林园 这个竹坤 等等这个地方 我要给院长特别提出来说明的就是 我们高雄县的县民啊 也是极力的反对 这是违反生态 违反国土复义的 这样子一个政策 万万不可 尤其是这一次呢 在发生八八水灾的时候 我们土石流 这个冲刷下来的时候 把整个村庄都淹没的 淹没的 这个地区呢 就是高雄县 所以高雄县啊 我们经过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跟冲击以后 我们应该继续教训啊 院长 万万不可在高雄县啊 再来开采这个石灰石 我们好不容易呢 把这个大岗山小岗山 把燕巢 这个地区呢 好不容易整个山啊 已经慢慢的让它 土石已经做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程度了 那么这几年来 十几年来 这些地区啊 都没有再发生落实的这样一个情形 你现在呢 把好好的已经富裕好了一个国土呢 再去做开采的话 那么会造成万绝不复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我们高雄县的县命 尽力反对 请院长呢 也支持我们 因为过去我在高雄是服务过 为了结束 寿山跟半平山 长达七十几年 还有六十年的这个采水泥矿 是 所以当时在八十二年跟八十六年 就力争在租旗居满之后 请中央政府就终止他们的租约 开始进行保育的 富裕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了解 如果在寿山跟半平山 再重新开放采矿的申请 那会引起的是非常大的 对水土保持的破坏 对生活环境的伤害 所以我们先立刻把它终止 高雄县虽然面积比较大 但在这一次的八八水灾当中 也遭受了巨大的这个水患 所以国土保育的观念 更深持人情 所以我可以体会得到 中委员您反映了 许多高雄县民的声音 我现在已经请我们林秘书长 邀请经济部 矿物局相关的同仁 还有相关的县市政府来商量 因为根据经济部 原先在今年七月二十七号 所做的公告 也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的那个公告 他是从大概十月一号 凯县一号 受理申请 而受理申请的机关 是县市政府 所以理论上 是这个公告并没有说就可以采矿 只是公告说 你如果想要申请 就像县市政府申请 我们从源头里面就不要去公告 或者是继续维持它的保留 所以我想请林秘书长 先征询县市政府的意见 还有我们经济部的意见 然后做成一个一致的决定 如果连公告都不再重新公告 受理申请 那可能就更符合中委员你的想法 假如有些县市政府认为 本县需要开放这个采矿 那我们再来审慎的斟酌 谢谢中文 谢谢院长 那么三林江院长大概知道吧 知道 就是这次要做永久屋的地方 越美农场 对对对 那么现在地方上有一个诉求啊 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在这个地方做永久屋 是不是你在征收台塘土地的时候 可以多征收了十公顷 作为地方的农客厂的展授中心 那么结合了原住民 还有这个永久屋里面的住户 那么客家闽南等等文化 盖一个综合的一个文化园区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我们受灾富也好 对我们当地的民众呢 我相信 我相信呢 对他们的一个生活 对他们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甚至可以带动一些观光的一个事业的一个发展 也是有帮助的 是不是这个部位可以请院长的也来考虑 谢谢总委员 现在依照依照我们的规划 大概一公顷可以容纳40户的永久屋 它总共有59公顷 59公顷 对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或者是你在这个红海里面 红海的有机农场也规划在那里头 我们确实看看啊 因为这个是由池记来主导的一个一个永久屋的这个方案 那么由红海集团来配合 好 假设申请登记的需求户 复数没有占用所有的这个面积 那我们当然还有容纳的空间 如果统统把空间用完了 那我们再来考虑 是不是增加像台糖来征收几公钱的这个用地 我们会损失的来考量这个事 这一次呢 在我们整个行政团队救灾的时候 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我们跟着媒体去救灾 很多媒体没有报道的 媒体没有这个把它报道出来的 我们就去疏忽掉了 像大社乡啊 大社乡啊 它的这个中正西呢 中正西啊 它总长的是8682米 但是呢 真正有做提防去保护两边的 多谢人 有信 感谢观看